什么人呢 你是谁啊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叫我怎么说话呢 你进我家 你以为你是警察呀 这个你管不着 你赶紧打电话 把田中果叫回来 你太把你自己当警察了 我告诉你 我凭什么给你叫 你少废话 我告诉你 中慧现在失踪了 家里已经报警了 中慧失踪了 对 不可能 他是开我车呢 他开你车跑的 大坤 我 你那什么破车呀 妈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知不知廉耻 懂不懂规矩 我们家的门风 就给你摆坏了 阿姨 妈 你这是干嘛呀 对不起啊 是我 你给我闭嘴 你就不是一个好东西 你连夜拐骗我的女儿 干嘛 带着她彻夜不归 怎么 你现在想告诉我 她是自愿跟你一起 彻夜不回的 是吗 不是 不是什么 车坏了 车坏了还有什么 哪怕 哪怕就是我的女儿 她自愿跑到你这儿来的 那她是在跟我赌气 哪怕你懂一点事 你都会把她主动的送回家里来 哪怕你会提醒她 给我打一个电话 报个平安吧 手机没信号 我告诉你 这是全世界最傻的男人都会找的理由 手机没信号了 能不能找一点新鲜的理由 有点创意的 让我看到你的才华 正会 你们俩的事情 我不同意 你趁早死了这份信 你管不着 去 把我女儿完好无损地送到我家里去 你要做不到这点 别怪我不客气 还站着干什么 去追 去追 不生气了 好了好了好了 走 走 来 可以了吗 带钱了吗 带钱了没有 给我 都给我 干啥呀 就这些啊 工资这个月就这点的 也行 干什么 住宾馆 你别作了 你闹什么闹我 你已经一宿没回家 你都急着那样呢 你还住到宾馆 你干嘛 你别作了 行不行啊 那我去哪啊 回家呀 那还是我家吗 门风都让我败坏了 我回去干什么 给人丢脸啊 你妈在生气呢 她没 没 你别那么计较了 行不行 她在气头上那是你妈 有这么当妈的吗 她打我 她可以啊 她当那么多人面打我 从小到大 从来就没有打过我 当那么多朋友面打我一大嘴巴 至于吗 我再谈个恋 我交个男朋友 至于吗 咱们这话说白了啊 说到底不就是你男朋友太怂了吗 你就是怂 你就是怂 你当我妈妈一句整话 你都说不出来 你怕什么呀 你怕她干嘛呀 你倒是解释啊 你说呀 车是不是坏了 手机是不是没有信号 你倒是解释 你怎么那么害怕她呀 我跟人家说了不是吗 她不是那个 她也没听你解释 中慧啊 我不是因为打你这巴人 我也心疼吗 那一下出来我也给震住了呀 对不对呀 陈慧啊 咱们这么想啊 说人呐 在气头上 他听不了别人解释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 就知道一个事实 就是我姑娘 跟那么 就是我 一宿没回家 跑深山老林子里了 也不知道干啥 说白了 就以为咱俩那什么了 咱们将心理心 咱们换为思考 咱这么想这个问题 你说如果你是当妈的 你怎么想 如果女儿不回家 对不对 咱俩要生一孩子 我肯定不这么对她 我最起码的尊重 我要给她 咱话别说那么晚 你妈这个方式方法 确实有问题 有待改进 但是你妈没有错 你干嘛揪着她这个 你没活的 我你活的 你我活 你向着她说话 我没有向着谁说话 我是站在一个公正的 客观的事实上 来讲一个真理 我妈让你来劝我回家的吧 你今天不把我弄回家 你没法见我妈了 是不是 你就没法见人了 是不是 你就不是个男人是吗 你要是不回去 我不但不是个男人 我还是一个拐骗妇女的 一个骗子 你闹地哪伙的 我你活的呀 我伙的走 你别闹了啊 走啊 我不是败坏门风吗 我不是不值言耻吗 我就走了 我就破罐子破摔 我就摔给他看 哎呀 你别闹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你干什么 忠惠把钱给我 你要钱干嘛 把钱给我 你干什么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你去呀 你想住他住哪 你想开什么房间 开什么房间 你三星六星十二星 随便你开 你坐吧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你不要说因为我就把咱们整个这个关系弄得这么僵 本来人家现在就看不上我 你以为你这么闹人家能看上我吗 人家更看不上我了 咱昨天怎么说的 咱不说好 说一块努力 我把事业搞上去 经济地位搞上去 他就能看上我 咱不说好了吗 你说一块面对 你现在这叫一块面对吗 你这叫逃避 你说我送 我现在觉得你还送呢 哎 干什么去 还有四块钱 可以坐公车 好 走 回家 你先回吧 你不是送我回家呀 我不能跟你一块进去 为什么呀 不是一块面对吗 走 不不不是 我不是 我现在回去不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了 我干嘛去 我见你 天生 我发现你说一套做一套 你也懂 我没有 走不走 我不回去 你快点 你听话 你不是纯爷们吗 你 你 哎呀 到了 这是哪儿 家呀 你家 对啊 谁家 我家谁家 这么大房子 你没跟我说过呀 有什么好说的呀 这是我爸我妈家 我不去了 这 这是你说的啊 我不去 我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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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在哪里 我妈家 我妈家 姐姐回来了 我叫阿姨去 爸 爸 田中 叔叔 田中 你昨晚带我女儿到哪儿去了 马牛山 生耿把野的 你带他到山里去干什么 东风 没问你呢 昨天晚上我喝多了 你需酒 不是 昨天心情不大好 就喝了 多了 后来醒了 他就说陪我去散散心 为什么一宿不回来 车坏了 你会开车 昨晚在哪儿过的夜 爸 你问的都是什么 我没问你 他睡车里 我睡地上 天宗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的话呢 你们俩在一起交往多少时间了 五年了 你是哪儿人呢 河北的 河北哪儿 张北地区的 你觉得 你和我们小灰在一起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把人家第一次到家里边来 您这是干什么呀 至于吗 小会儿 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 你昨天把你妈骑成什么样子 晚上送到医院 今天早上再回来 又出去找你去 对不起啊 阿姨没事吧 这是我们家的私事 你回避一下总可以吧 那你先走